也需要看很多大师的作品 或者是要分析他们的画面 可能要对自己的绘画 就是有一定的 就是能够更丰富一些 不会局限在某一个框框 或者是某一个风格里面 现在看的最多的就是 这个罗马利亚的这个 德里利乐的画册 我比较喜欢他的画 我觉得他画面中间的很多 因为他的画面对于色彩的这种 就是这种质感 这种颜色的本质做得很道具 包括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的画面中间 有很多很神秘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可能也是我没有做到的 而且我也愿意去那么做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他某一张画面 很大的一张画面 然后中间站着一群小人 穿着大白挂 中间还有一盘水什么的 特神秘 特奇怪 他在现实生活中间 他是不会出现这种东西 但是他的画面就能出现 好像是梦里面的 也可能是他突然一个想法 出来的东西 很偶然 就是说不会正常 不会那么去思考 我觉得这一点很优秀 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特点 最喜欢的就是做饭的 我们一帮朋友们经常都是在我这吃饭的 我比方做香菜 他们也比较喜欢 虽然他们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饭 但是我觉得这个做饭很有意思 我可能一天会花很长的时间 一边画的画一会儿可能去炖炖菜什么的 做做菜什么的 我乐于做这个 所以你做饭也是艺术的一种 对很多人这么说 他也说确实也是这样的 你准备配料 把每个菜做 拿个小碟装好 然后做菜的时候 他就很方便 一样放什么放什么 还是有一定次序的 就是说你得很有条理的做这个事情 然后碟上面很多颜色不同的搭配也很好看 他跟绘画其实 我觉得其实生活就一样 就没有什么差别 画画也是这样 你需要很认真地思考 怎么弄 怎么做 这里应该怎么画 他道理是一样的 是吧 好